母狼下载后浑身疲软虚脱 光棍老汉咬牙狠心割下三十斤肉喂给野狼 没想到在大雪封山之际 光棍老汉带队前来报温 视频中的老汉家住东北山林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猎人 因为枪法入神 每次都能打中猎物 被人称为神枪锅 不过郭老汉现在已经年迈 自己一辈子都没有成家立业 决定在晚年搬进山林 远离人群 孤独终老 搬到山林后 郭老汉盖起了简易的土坯房 还在房子的后边 开辟了一块荒地 用于种粮食蔬菜 想吃肉了 就拿起自己的猎枪 上山打些野兔袍子 生活中的一切都需要自己自足 郭老汉的日子过得自然不轻松 但是郭老汉却感觉怡然自得 乐在其中 有一天天气阴沉 郭老汉再一次带着自己的老猎枪 上山打猎 打算让自己开开婚 不过此次进山确实出事不利 郭老汉在山林中饶了大半圈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猎物 要不就是猎物太小 要不就是猎物跑太快 自己追不上 眼看天色渐暗 郭老汉心灰意冷 想着打道回府 刚要踏上回家的路 就遇上了一头肥瘦的野猪 这就是天赐良机 郭老汉当年好歹是神枪手 悄悄咪咪掏出了猎枪 对准野猪 一枪毙命 野猪挣扎了几下 就怀着满心的不甘倒下了 郭老汉大喜过望 立从心头起 扛着上百斤的野猪 就往山下走 不过意外再次现身 让久经生死考验的郭老汉 惊出了一身冷汗 母狼缠载后疲软虚脱 竟然拦住老猎户求助 老猎户善心大发 剁下三十斤肉喂给母狼 没想到大雪封山之际 母狼带着大队前来老汉家报奔 当郭老汉满心欢喜 扛着野猪下山的时候 却遇上了一头野狼 拦在路中间 郭老汉吓得不轻 急急忙忙扔下野猪 掏出猎枪 却发现猎枪没上子弹 郭老汉急了 斗大的汉珠低溜溜往下流 如果此时野狼 对自己发动袭击的话 自己身上带着的刀具 还在刀鞘里 枪里也没有子弹 被野狼杀死的风险太大了 不过惊魂未定的郭老汉发现 野狼好像并没有攻击自己的欲望 反而身体好像很虚弱 趁着这段时间 郭老汉也没闲着 手中忙活个不停 早已将子弹装填完毕 装上子弹的郭老汉 底气瞬间硬了不少 端着猎枪 搭着胆子走到了母狼的面前 母狼依旧趴在路中间 有气无力揽的动弹 而且从母狼身后的小灌木丛里 钻出了两只小狼仔 郭老汉明白了 母狼可能是刚刚经历过生产 现在身体太虚弱了 所以想要点吃的 本来郭老汉想把母狼也一枪打死 这样自己今天的收获不就翻了一倍 而且母狼现在基本没啥反抗力 一枪就能打得倒 可小狼仔音音音的叫声 让郭老汉还是放下了心中的力气 直接抽出砍柴刀 把一条近三十斤的猪后腿 剁了下来丢给了母狼 老猎户进山狩猎野猪 没想到却遇上产仔的母狼挡路 看在小狼的面子上 老猎户从野猪身上 剁下了三十斤重的猪腿 丢给母狼 郭老汉看着母狼抱着猪腿 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 就独自背起野猪下山了 冬天很快到了 一场大雪封闭了近山的所有道路 厚达一米的积雪 让郭老汉根本就没有近山打猎的可能 眼看自己家的粮食就要吃光了 家里只剩半条腊肉 吃完了腊肉 自己就真的断粮了 郭老汉每天都查看外边的大雪 可是零下三十度的气温 外边降下的大雪 根本就无法消容 郭老汉一瞅莫展 突然听到外边有动静 大开大门一看 是几只野狼 在自己家门口放下了几只野兔 郭老汉不明所以 这野狼和自己没啥交情 为啥要送自己吃的呢 却无意间瞥见了为首的母狼 这不正是自己前半年 救下的那只母狼吗 他怎么知道自己缺少粮食呢 难道是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自己 郭老汉想到这里 不禁感叹野狼看似凶残暴力 是血沙生 但是你对其有恩 他必来报恩 有些时候 这样真挚的感情 就连人都比不上 有了野狼的帮助 猎户老郭在那个难熬的冬天 得以挺了过来 自此野狼和郭老汉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只要双方中的一方有困难 另一方指定伸出援手仗义相助 作为旁人的我们 只有羡慕的份 然后找到一方指定伸出援手仿 关注的帮助 扩认,降伸出援手仿 听 东西